哈喽 各位兄弟们 大家好 我是初恒圆 吃个炸鸡 是这个德克式 听说还出了几款新品 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那我们先从这个小的开始 爆红辣子鸡 它这个跟封面上完全不一样 它封面上的话还有几个辣椒 这个就是平常的一个 像小鸡腿一样的 不过确实能感受到 闻起来确实能感受到这种辣辣的感觉 试一下 这个辣子鸡 你不能吃辣好吧 下去 这个辣子鸡吃起来辣不是很辣 但是感觉非常的麻 虽然说增加了这个辣味 但是这个显得肉味没有那么浓 没有那么脆 没有那么香了 自己呢有点像那个餐馆里面那种 纳紫鸡的感觉 就感觉跟炸鸡离得有点远 好的 那我们接下来再试一下这个 这是一个汉堡 是这个爆浆爆福宝 之前我们也吃过那个麦当劳的 那个新品汉堡 看看对比一下怎么样 这个价格也差不多 这个价格也差不多啊 这一份是26块钱 它是一个长方形的汉堡啊 然后中间有一个大排 但是总体感觉还是不错的 我们来试一试 蛮爽的啊 蛮爽的啊 哦 它中间这个大排里面 原来是有加心的 一咬开之后 它里面的这个奶油汁是会爆出来的 真的是有一种爆浆的感觉 好 最后一个啊 是我们这个最大的这个脆皮手枪腿 看它这个包装的话 真的是挺有排面的啊 这么大一个盒子 而且这一个手机腿要25块钱 25块钱都能直接吃一份黄焖鸡了 还是非常大的啊 有我一个半边脸这么大 不许动 把裤子脱下来 哎 这也不像个手枪啊 是一样 它这个皮跟这个肉是有明确的分存的啊 脆皮手枪鸡腿 但这个皮也没有多脆啊 蛮好吃的 把它皮剥开之后就是一块大肉 来 虽然这个肉非常的厚啊 一口咬下去 它里面的味道其实很入味的 鸡味也是很足的 我吃了一大半啊 这个剩下的这个小鸡腿都比平常吃的鸡腿大 嗯 嗯 哎呀把我都吃了有点热了啊 吃完之后这个感冒也好了一大半啊 德克斯的这几款炸鸡啊 味道确实不错 特别是那个手枪鸡腿 确实得劲 那个汉堡也不错 那个辣子鸡嘛 就稍微逊色一点 你别看那个价格 跟肯德基麦大郎差不多啊 但其实它点过来 它是有满减的 它单品的话 一个是25 一个是26 还有一个是19 但是它满减之后 基本上就打了一个六折吧 像我就点了这三份 加上配送费 也才40块钱 这样的话 就比肯德基麦大郎 真的是实惠很多 好的 那么本期的视频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小伙伴们如果有什么好吃的东西 记得要推荐给我哦 我是朔鲜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